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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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就是我觉得呢 就是 我在做这两匹马的一个前提呢 我是觉得 现在有很多 那个新的移民过来 然后他们在经济上呢 是很丰盛的 然后也一直 我觉得没问题 然后在精神上呢 他们有时候相对匮乏 然后有时候 会是产生寂寞的思想啊 那我画这两匹马的意识 要激励他们 不光是在经济上 我们在精神上 在文化上 得到新的一年 得到提升嘛 我是也是 带着精神状态 我去表现这两匹马的 所以这就是我给他们的礼物 就是这样 对 那么在南加拿大之前 是不是一直也都从事着 这个美术创作的这个工作呢 我在中国呢 就是说美术学院毕业以后呢 就是从事一种创作跟design 我做过国有企业的广告部经理 国有企业 也做过那个我们西门子公司的 那个手机部的那个广告部经理 然后我也localize德国的那个 那些广告的media 那些东西到中国来 然后呢 后来呢 我又做了自己做了两家私人的公司 我自己开了两家公司 创业了 创业了 就是一部分呢 是那个国际展览的 做国际展览 跟展览设计跟制作的 就是在摊位上 我帮你搭起来 搭这套楼起来 然后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在做那个印刷 快印 快印是什么呢 就是比如金娃对中楼 他现在下午要开会 我有五千份东西要印 传统印刷做不到的 我做这个印刷就做到了 但是呢 同时在这个同时 因为我是企业主是吧 然后呢 当然我有很多时间 我还是去画画的 因为这个本行还是不能掉 我热爱艺术 其实我做企业就是我的艺术 现在我达到这个目的了 就现在就沉浸在艺术中 我觉得小时候加拿大这个蓝色的天空 没有雾霾的空气是吧 我觉得非常快乐 非常幸福 那孟老师刚才我们聊到 你在国内的时候做过这个广告 也搞过印刷 然后自己还那个做公司 那你做这些生意也好 这个选择职业也好 这个美术这一块 就是做这个画家 那个时候是不是一直还有 我要做画家这个这个梦想 还是把这两个事情完全就分开了 我就专心意义的去做生意 然后美术这个事情以后再说 我觉得不是的 因为本身你想看 做一个设计师 你没有美术技术不行的吧 所以现在我很多学生也是 学基本功 但是他最后还是做设计师的 是吧 所以我这两个 我做的选择的印刷跟展览 都是跟美术很有关的 然后很多人里面 还有很多人来收藏我的画 是我的客人里面 他懂艺术的 然后我觉得这个没有脱离 这个完全没有脱离我本意 但是呢 我觉得学艺术吧 我自己个人的想法 如果我钱多一点 但是我将来的做艺术的道路 可能会更自然一点 对 更随意一点 就像我现在一样 但我觉得我有了一定的积累的时候 我觉得我做艺术的那种境界 就是不为山昌而愁的时候 那可能我的画出来就更 无忧无虑的是吧 对那个时候这个想法这个目标是不是非常清晰 非常明确 非常清晰 这个我没有一时一毫动摇过 就是我跟我所有的朋友说 我不是要走这个公司 我点天来上班不是为了要赚这点钱 我关键是要我将来我能够画画 能够最终达到我自己想象的自由亡国 我要自由 就是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这种规划 还有一个想法 然后按着这个目标就走下去 对 如果按照现在 如果我还是在国内 我还能赚钱的 但我觉得人最伟大的地方 我觉得很多事情上能够放弃 放弃 有时候放弃就是得到 得到就是放弃 那你又是如何开始走上美术 创作这个道路的 是我呢 我祖父 我父亲都是画画的 然后呢 再一次我觉得 我小时候他们一直 我父亲尤其是 就是希望我传承 但是他们做中国话 然后我父亲的有点信仰化 然后再有一次一次 我在红口区 上海市红口区了 有一次红口区呢 去穿加比赛 我是代表了上海市红口区的一个少年工队 到市里面呢 去穿加比赛 然后我得了一等奖 那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就很开心 心里觉得啊我行 然后我很牛啊 那时候 然后呢 从此以后呢 我就更加就是全身性地扑上去 然后找了很多老师 教我 是这样 家庭作用也有社会环境 你的父亲跟祖父都是这个画画 我父亲是专业画画 因为他是那个时候嘛 他是以画毛主席像 然后在他在文化局里面 做那个影视电影院啊那些 他一直要画画的 然后呢 就是这样一个状况 我祖父是一个民间画家 他是国画的 那个时候嘛 中国有比较早的时候 在这个从事这个艺术的道路上 也遇到过几个良师异友 能不能给我们的观众介绍一下 几位导师的这个 对你的人生 还是对你的创作 有什么影响 首先呢 我觉得 我来这里 谈话 我觉得我带着感恩的心 因为什么呢 我的第一个老师呢 就是课外老师 不是课外大学 叫孟光 也就是我们陈奕飞老师的启蒙老师 然后呢 是我爸爸的好朋友 我们又是本家 所以呢 都姓蒙 对啊 他对我特别的好 然后呢 其实在他手下 他已经培养出很多大师了 除了陈奕飞 邱瑞鸣 然后还有那个夏宝源 还有很多大师 周上江啊 他很多大师就在 所以呢 所以呢 他对我的影响比较大 大在哪里呢 基本功 嗯 那个时候 因为是爸爸的朋友嘛 他很无事啊 又不收我们钱啊 都是免费的 然后而且是很用心的在教 所以我很感恩 就是孟光 他本身也是中国第二代油画家 他是说到底是非常富有才华的一个人 非常有名的 非常有名 他在尤其在教育 美术教育上他培养的人就是子弟非常多 所以我觉得我开头非常好 对对对 所以非常感恩了 今天在这里做的我第一个想到他 第二个呢也是我第二个老师呢就是现在也是在纽约 我的恩师也是非常有才华的叫李同兴老师 李同兴老师 李同兴老师现在在美国被拥为大师大师级在有了 有时候是他也是我爸爸的朋友 非但是他把他的家里很小的地方很昏昏的灯光调亮 然后让我们在家里免费的话他提供纸甚至是 无偿的 无偿的 我觉得我没记得我付过他钱 现在他还在纽约嘛 他年纪大有时候跟我保持联络 然后我只能说我感恩他们感恩李老师 谢谢他 当时你跟孟光老师学艺的时候是几岁啊 小学大概七年级吧 七年级 我那个时候还有七年级 我是那个七年级的时候 六七年级吧 学了有多长时间 学了到基本上大学 进大学以前都是他不断的在指导我 然后因为这个学艺这个东西就是越学到越深 就就是你难度越高 对 所以然后这精湛度 除了从技术开始到艺术了 这样一个转折过程呢 就孟老师从开始到我进大学 他都是倾注了很多心血 给你打了非常好的基础 非常扎实的 他有时候一直跟我爸爸说 这孩子啊可以画画 那时候他们家里他太太也对我非常好 他女儿是跳芭蕾的 然后有时候摆个动作啊 让我们画一下书写啊 那个很感动啊 他在四南路那个地方 我觉得每次经过那个他家附近的时候 他现在不在那边了 然后我总觉得还在 还回想起以前的一些事情 他家附近的梧桐树对我来说 印象一直很深 印象特别深 那么你跟那个李老师学习的时候 是在哪个年龄段 李老师也是在同时在这个年龄段里 因为李老师离我家比较近 孟老师那边我只能一个星期去个两次一次 他李老师那边呢 有时候他几乎一三五就是这样让我们去他 因为他我可以走过去很近 就是跟了两位这样的好的老师 对对对 然后他们的为人啊 我觉得也帮助了我 让我觉得应该从尤其是在现在 我觉得应该做什么样的人 我通过他们呢 以他们为榜样 当然是我觉得 我觉得我差太远了 其实来加拿大呢 就是怎么会这么快就来了 本来还是要拖几年的 因为我年纪还轻 因为我考虑到我女儿要在这里 她自己留学 然后我觉得我跟太太也是很担心她 就觉得她没有那个生活治理能力嘛 就来的时候是16岁 对来的时候还是在高中嘛 11年级 11年级来 然后呢 我们觉得先让她来 来了以后呢 我们让她留学嘛 我们陪她来 也借着她的名义来的 其实 那后来来了以后呢 我一段时间里面呢 我也想呢 就是因为我对这里不熟嘛 那么我也是比较 就在家里画画 然后也没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一个 买很多画 卖出去啊 没有这样想 我想我自己喜欢画 我就在家里画了 然后有一次呢 我在那个 在这个Yanky Street里面 我在走的时候呢 看到了High Art 这画廊 画廊呢 我想我进去看看 我想进去看看 我再来说 我们快走吧 然后有事情啊 我说不行 今天我要看 然后呢 进来了以后呢 就遇见了那个 林先生 跟Celeste 这两个人 他来了以后呢 他就 跟我谈了一谈呢 他们对国内的画家 也比较熟嘛 然后一谈起我呢 他又看了我的画 我给他一照片看了一下 他马上就鼓励我 他说 这里 这个艺术氛围 很好的 多得多 你像这样的画家来 会很有价值 千万不要待在家里 对 要出来 马上出来 然后呢 我也被他们感动了 说到底 这也是一个机会吧 反正我就 我就出来了 出来了以后 那天 那天在艺术节的晚上 我来 林先生请我来画画 那天我那边排着长队 我来画 画到我凌晨 画到三四点钟 凌晨三四点 带了大把的钱回去 我太太说 你今天哪里来 这么多钱啊 那个说 我觉得呢 这个人是有机会的 但是很多机会呢 也必须寻找 所以对新移民啊 或者对任何移民来说 我觉得 其实当你准备好了以后 机会来到你面前 对 你如果不放弃 那就是未来